不是,我爸爸爸闹到这儿了,他也没说肥子要搬这儿了,也没说连你走,你又过来干啥呀? 谈对象的就坦诚点,把自己的整回事都跟人家说说就完了。 是不是呢? 那个,那个,你结婚呢? 哎呀,那都二十多年的事。 有孩子吗? 没。 二十多年不要孩子,因为啥呀? 老头不行。 老头哪不行啊? 怎么的,我说老头不行,你咋还不愿意呢?老头不行怎么呢?老头有病。 老头啥病啊? 不生。 你别那么讲的,你搞得像,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。老头好好的咋又不生了呢? 老头死了? 老头死了,啥想死了? 那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 你不还是死了吗?你咋这样呢? 怎么的,我谈个对象,你还非得跟我搅黄了就好呗。 你谈对象,谈你的是不是?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,你必埋着你老头,你老头好好的,另外你还说我们不生,不生孩子哪来的? 你都有孩子了,孩子都有孩子了,你就实实实在在的,你们俩成了,成了就赶紧可就是好好过来。 就想跟他说那意思,我亲手立脚的,我啥负担也没有,就没有任何后不之忧。 你是没后悟之忧,你别给别人讲后悟之忧了,是不是? 那你的意思我就十回全都告诉他呗。 你就十回告诉人,你咋回事,怎么回事? 我离婚了。 咋离的? 性格不合。 英文啥? 毛病太多。 啥毛病? 就打呼噜。